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,独特魅力加才华等于备受喜爱,广受认可。 在娱乐圈灿烂的星空中,杨子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成为备受瞩目的女演员。 她凭借甜美外貌和扎实演技,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最近,她终于迎来了一个突破性的机会,在作品中饰演了一位充满反转的坏人角色,再次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。 杨子以往以甜美可爱形象深入人心,这次她勇敢地尝试了充满复杂和矛盾的坏人角色,这个转变无疑是巨大的挑战。 她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,用心揣摩细节,力求将这个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。 贾灵姐对杨子的演技赞不绝口,她表示在饰演痘痘这个角色时,杨子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。 无论是角色的性格特点还是细节处理,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表演才华。 贾灵姐的认可不仅是对杨子的鼓励,更是对她实力的肯定。 观众们对杨子的表演也给予了极高评价。 他们纷纷表示,杨子的演技越来越成熟和精湛,无论是甜美可爱的角色还是复杂多变的坏人角色,她都能够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观众们对杨子的期待也愈发高涨,期待她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出色的演技。 随着这次成功突破,杨子的演艺事业迎来了新的巅峰。 她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演员,无论是甜美可爱的角色还是复杂多变的坏人角色,她都能够用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的心。 这样的演员无疑成为了娱乐圈的瑰宝。 展望未来,我们坚信杨子会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表演。 她将不断挑战自我,突破舒适区,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,展现更多面滴演技。 作为观众,我们将一直陪伴在她身边,见证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每一个辉煌时刻。 让我们共同期待杨子和贾灵姐的下一部作品吧。 相信他们的合作将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。 杨子的演技才华和贾灵姐的导演功力相结合,必将呈现出一部部精彩分成的佳作。 让我们一同见证杨子在演艺事业上的更大发展和辉煌成就。 肖战开工照炸裂,肌肉力量感爆棚。 肖战作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,尽管没有参与央视春晚的录制,也是人气和热度高到离谱,他的拜年播放量飙升。 如今工作室放出了肖战的开工照,肌肉力量感爆棚,性张力十足,引发热议。 肖战的人气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,不仅因为他的出色演技和颜值,更因为他独特的魅力和风格。 这次工作室放出的开工照更是让人惊叹,肖战的肌肉力量感和性张力十足,展现了他不同寻常的魅力和风采。 照片中,肖战身穿一件紧身背心,展示出他结实的身材和肌肉线条。 他的手臂肌肉发达,线条流畅,让人不禁想起他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。 而他的姓张力更是让人惊叹,那种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让人无法抵挡。 这张开工照引发热议,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肖战真的是太帅了,不仅颜值高,身材也是一流。 更有网友调侃道,肖战这肌肉力量感和姓张力,绝对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。 除了网友的热烈讨论,肖战已经全面复工,将会有更多的作品和活动与大家见面。 这对于粉丝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,他们期待着肖战的新作品和表现。 相信在未来,肖战会继续保持他的热度和人气,成为娱乐圈中一颗更加璀璨的明星。 肖战、李沁二大年代剧,角色人不输春生,小梅马斐日常启动。 肖战和李沁可以算是近几年全面开花的实力派演员,两人从古偶剧到现偶剧,再到年代剧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,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。 其中,最令观众难以忘怀的就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这部作品。 在剧中,肖春生、童小梅这两个角色讨喜又强大,有效放大了肖战、李沁这两位演员个人魅力。 再加上肖战、李沁这两位主演配合默契、颜值养眼、演技精湛、情绪饱满,更是成功赋予了肖春生、童小梅这两个角色有趣的灵魂。 与此同时,两人的出色表现,也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了肖春生、童小梅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救赎感和宿命感。 总的来说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这部作品故事质感上加,成功做到了让角色与演员互相成就。 本以为肖战和李沁能接到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这样的精品年代剧就够惊喜了,没想到两人今年又迎来了一部优质年代剧。 肖战、李沁二大年代剧,角色人不输春生、小梅马斐日常启动。 《马斐日常》这部作品主要改编自小说《林加油斐》,主要讲述的是麦钢筋的女主、斐斐和警察小马随着时代的发展,所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,且温情默默的婚后故事。 总的来说《马斐日常》这部作品就是讲麦钢筋女主林斐和小镇、青年马警官之间家长里短,先婚后爱的婚后日常故事。 从剧情设置来看《马斐日常》这部作品故事真实有趣,人物贴近生活,角色人设讨喜,非常符合当下观众对于年代剧的审美需求。 至于演员阵容方面,《马斐日常》这部作品更是无可挑剔。 首次,男主肖战颜值与演技双再现,他自出道以来就不断沉淀自己,给观众带来了很多快智人口的佳作。 比如陈情令庆于年郎殿下御谷摇余生,请多指教王牌部队等等。 如今的肖战,已经是古偶、献偶、郑剧等多方面领域的实力派演员,其口碑热度、演技表现、抗剧能力,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。 相信以肖战的端正气质和细腻演技,肯定会把马警官这个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。 其次,女主李沁无论是口碑热度还是演技表现,都足以吊打一大批实力派小花。 如今的李沁,已经凭借着自身细腻真挚的演技,在国产政剧领域站稳了脚跟。 这次,李沁在《马斐日常》这部作品中,首次挑战机智过人、精明能干、精打细算、独立清醒地买钢筋的女性形象,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角色体验。 再加上她和肖战已经是合作多部热门剧集的老搭档,肯定会继续带给观众愉悦的CP体验。 除此之外,《马斐日常》这部作品还邀请到了刘冠林、赵媛媛这两位实力派演员,肯定会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。 目前《马斐日常》已经成功备案,即将在今年6月份迎来开机仪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